喂,老師好 嘿,妳好 對不起,我想請問一下 我手邊有很多那個天壤礦物質乾燥劑 還有石灰乾燥劑 還有那個脫氧的鐵粉 請問老師可不可以在做 我田園有種一些花草 還有一些花木 那可不可以運用在做肥料 或是運用一些還可以做什麼 就是運用在座物上這樣子 請問老師幫個忙 會很多 丟掉很可惜啊 就覺得很多 都一大包一大包 是 妳是電話可以用手機有辦法聽嗎 可以可以 這樣我收音機裡面給妳回答好嗎 好,拜託老師 不會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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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修先生要知道 這種乾燥劑 乾燥劑一般通常是 所謂這個礦物乾燥劑 還有一種是矽膠 矽膠的乾燥劑 人家有最多應該 最多應該是這個叫做生石灰 生石灰 那麼生石灰的一個乾燥劑 這個 那麼應該是我們普通的用的 當然還有一種的矽膠 矽膠這種的我們就沒辦法 矽膠這種的就沒辦法去應用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在作物栽培裡面就不可以用 那麼這個生石灰乾燥劑 這個通常都在水 如果是水很多 因為生石灰都在水 那麼它變成碳酸鈣 這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傳統來說 它比較便宜 這個東西比較便宜 那麼它的應用的這個範圍很多 因為用在稍微 很安全 這種東西其實挺安全的 你不要說 給它堵到很多水 它慢慢的自然的吸收的效果 那麼很好 現在去堵到水料 堵到水料 這在海苔什麼東西都有 那麼堵到水料 它就變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就是我們說的一個石灰 這種的碳酸鈣 那麼碳酸鈣 你要用在這個作物裡面 因為它還是 它也是這種鹼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拿來改良 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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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碳酸鈣 所以這個生石灰 它把它吃水料 就變碳酸鈣 這拿來做土壤的一個改良 那麼 因為 在這種酒粉 這類的這個東西 你把它用 它大概 如果是要用在土壤裡面 我們要確定 我們要確定 那這種東西 就是這個 那麼 它通常 一定就是要確定說 你的土是爽的 所以你拿來用 那麼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款的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用途 所以這通常是 是這款的一個用法 那麼 傳統我們在用 大概就是這類 現在末月還有一種 所謂這個 它可能是什麼 另外再去精製過的一個這個 就是這些 這些東西 但是它這些產品 這種 這種產品 要用在這個栽培 尤其你如果是生石灰這種的 這應該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這個礦物這個東西 這要不然就 比較沒有把握說 它可以拿來做這個 栽培上使用 所以呢 基本上 基本上呢 在用的時候 大概 像它 應該也是 我在 因為這些成分 很多都是 都是這些石灰死 這一類的這些東西 所以 大概 有的這些東西 通常 像天然礦物這個 大概 有一些是這個矽膠 也是有這一類去複合 還是什麼 所以 這鐵來做栽培好像 就比較 不好 這是這樣 另外這個 脫氧劑 脫氧劑又叫除氧劑 這通常是一個 含鐵的這個東西 一般通常我們在用的 大概就是 鐵粉 加到這個 成分 有一些活性碳 那麼 鐵粉接觸氧氣 也氧化變成這個 氧化鐵 氧化鐵 為了要讓它的速度更快 所以它會把濾化鈕加進來 做這個催化劑 所以 形成一個 這種鐵粉 因為這裏面有濾化鈉 它有這個濾化鈉的管理 所以 這個東西拿來做栽培 事實上是不太好的 所以 這個 不太合適 這不太合適 因為這個濾化鈉 我們作文比較怕那個鹽 所以 它的成分裡面 就拿它來做這個作物栽培 所以這裡面 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剛才說的 這個 酒灰 這種生石灰 生石灰也變成石灰石 這個東西 碳酸鈣 那麼碳酸鈣 它吸濕了 這個來用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 是鹼性 那麼 它是鹼性 對不對 它是鹼性的這個東西 那麼 你一定要它很注意 因為 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一個 土壤都可以去用 因為你 頭上如果是生性 你把它濾這個東西 這個應該是沒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時候 就 還是可以用 有的人 是拿它來做 並說它的 是雖然乾燥劑 但是它還要一顆一顆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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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然 吸濕 它吸濕了會糊糊 這通常它是 它會一顆一顆 一顆一顆 它會 吃水了 它會膨脹 它會變這樣 這個噴噴 變噴噴 變噴噴了 應該是 生石灰 是說不對 CAO加H2O 應該是氫氧化鈣 那麼它會產生 這個放熱反應 這個氫氧化鈣 這個氫氧化鈣 就是消石灰 還是熟石灰 那麼這個東西 可以拿來改良土壤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 在營的時候 假設它是 還沒 還沒吸濕 有一個一顆 可以拿來做土壤消毒 你 你要把水加下去 它會燙 所以可以做 有人是拿這個東西 來做這個土壤消毒 不過 它會變鹼性 鹼性之後 就變成 對作物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好朋友 你一定要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如果不是太 不是生性的土 你用這種東西 就有可能 它就有可能 對作物的 比較不好的 這個影響 所以 這個應用上 大概就比較不好 那麼 尊重一輸一輸 可能沒什麼要緊 但是太多 可能在這個栽培上 或者個人 是很健康 所以 你再試試看 他覺得 好像覺得這樣把它丟掉很浪費 那麼 這個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這有時候是比較沒辦法 好 好 先讓你先做一下這個參考 好